《攻心记2》《深攻记》今晚开播,独家版权却没有上架。 《攻心记2》,《深攻记》是香港TVB将于2017年2月开拍的古装宫廷剧。 该剧由美小青监制、胡定心、刘新忧、马俊伟、马国名领衔主演、米雪特别出演、肖正男、陈伟、周秀娜、谢雪新、罗林、康华、张文思、张慧怡联合主演。 唐朝堂龙年间,李龙姬、马俊伟是、连同姑姑太平公主、陈伟是、发动政变、将蚕食法统的为皇后、米雪是、就地政法、拥护向王李旦、李龙姬是、重回大统。 看似重归平静的太极深攻,实则暗流涌动,朝堂之上,风云色变,李龙姬与太平公主阵营分化,势成水火。 深攻之中,妃嫔绝力、王真、胡定心事、与郑纯熙、周秀娜事、各自卫营,尔虞我诈。 有人因高权重为奢弃良心,亦有人为至亲至爱放弃一切。 龙武军任三术、马国明氏、岳和黎、肖正男氏、女史圆岳、刘欣忧氏、宇甘若谦、黄心影氏、用其真情真性,为深攻坠上一笔浪漫、深攻尽远、悬案丛生。 抽丝剥剪后,揭露出一个个陈锋多年的惊天秘密,太极之巅、波绝云鬼。 高强演映下,上演着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。 这部剧本来是腾讯的独家版权,却没有上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这部剧第一集就有一个妃子被杀死了,相信后面的剧情将更加精彩, 想看这部剧的请留言,小编给你们找资源。